所以這是你教的第一個 就是 中國的 他有沒有對你特別溫柔 你覺得跟以前教過的 他有來碰我有 這個我承認 怎麼碰你 是 因為我這十 是過斑馬線的碰還是 我這十多年來 我都沒有跟男性 有這種肉體接觸 他們這種中國東北男人 是不管的 而且中國現在不知道高麗夢中 他們現在不曉得什麼 性很開放 他也不管的 他覺得能碰他就碰 碰完了隔天各走各的 對 但我不能接受 我就跟他講 他還是留電話 我就說 沒有 我們現在合作很好 然後我們就變成 現在有點好像乾兒子那樣 因為他比我小19歲 所以我們現在也升華了 把他升華了 他碰完你了之後 他本來想說走就走 但你一把把他撈回來 就說變乾兒子 變乾兒子了 不管怎麼樣 我要幫他介紹女朋友 我就跟他講 我們不要有那種關係 我們就做合作關係 那碰 才碰一次 不是 那為什麼就 你不滿意嗎 那要不然為什麼不繼續 就變男女朋友啊 不是 不滿意是我 我已經不能 我已經不能再有這樣的接觸 我不習慣 所以我就跟他講 我們就不要 是 但那個不是我 我專門要想的那個目的 是 那陳姐 那你說說 就你以前交的男朋友 跟這個現在這個內地哈爾濱的 他之後又來了一個 就是我從深圳到 而且豆豆還跟我一班機 結果在從深圳上飛機 又遇到一個比他更年輕更帥 幾歲 一直對著我笑 豆豆是 我們在國外 豆豆是1971嘛 就剛好比我小20歲 這個1978年 一上飛機他就對你一直笑 他就一直對我笑 那我就 對…有一首歌叫 我一間裡就笑 然後長的外型就是我喜歡 豆豆不是 豆豆是屬於那種很壯的 粗壯的 不是我喜歡的型 我喜歡你們知道 我喜歡比較陰柔型的 而且長相比較斯文的 斯斯文文的 結果呢 那這個男的呢 就是長相是比較 比較我喜歡 豆豆不是 豆豆是那種很老粗的那種 就搞 現在這個像不舒服 這個這個滿帥的 滿帥的 結果後來在飛機上 有麥斯出名校 那之後呢 然後他就很巧 他說他也是基督徒 他是比哈爾濱 又更鄉下的一個地 更進去的 從哈爾濱到那邊 都還要三個鐘頭 車城那邊 車城 你們都沒聽過 車城那是何人 他們那邊就是出產糧食 什麼大米 黃 他就是在做糧食生意 然後呢 就因為他一直看我 我就覺得 我就很詫異 下飛機我就說 你是不是認識我 回憶是 好 不認識 根本陳菁北是誰 他都不知道 後來我就叫他去網站找 然後我們就開始來網 他是我設定成 我要去瀋陽 工作的時候的一個助理 我每個我都把它設定成助理 我喜歡用工作 不要只是男女關係 我們現在都還有聯絡 助理 要住在家裡嗎 這個啊 這個也是 然後我們就一起 然後後來我們就有約說 一起到上海去玩啊 去走走啊這樣 人生真快樂 很棒啊 不過陳姐 就媒體說您是這個 這個姐弟戀的始祖啊 所以我們媒體爆了 又誰哥哥 又 有啊 很多了 紅龍紅 有 小哥 費玉清 還有 還有誰 陳姐 高大哥嗎 比較知道就這兩個了 那昨天他們上節目有提到 又是提到什麼楊帆 對 對啦 文章 文章那個是後期了 後期在新加坡的時候 早期後期 今天這報紙說 我怎麼喜歡都是有點 就是我是男人中的女人 他們是女人中的男人 就這樣 都屬於太陰作命的 陳姐好像能夠 只要跟您能夠傳一點緋聞 或者吃個晚飯 吃個宵夜 媒體一登出來 大概就會汪上 就大吼 又翻一翻了 所以但是又正面又負面 像紅龍紅就有很多 之前那個傳出之後 我們繞了一個秀 一圈票房不錯 但之後呢就會 對他就有很多不良的一些反應 比如他的歌迷啊 紅龍紅的粉絲就受不了了 你怎麼去喜歡大白傻吧 哎呀 我們都不要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一起從 國外回來路上 他阿嬤就說 哎唷 銀紅的光明都在哭啊 歌迷都在哭啊 大家都拿你的衣品 丟到地上 有那麼氣嗎 我知道啊 所以他那時候跟我一起在高雄 他有他的歌迷 跟他做交流說他 陳姐你不要在旁邊 你到旁邊 你不要出現在我旁邊 那他的女歌迷有沒有對你怎麼樣 沒有怎麼樣就看到我 都瞪我啊 都瞪你 那飛魚青的話 就比如說在新加坡 那又相反 那些都是喜歡他 都是一些阿嫂級的 這邊講Auntie 我們這邊講歐巴桑 Auntie 那他又不得不應付 可是他又不耐煩 他急著跟我去吃 你到那個對面街口等我 我這邊趕快處理完 我們就去吃宵夜 他就趕快把他們解救完了 就飛奔跟我去吃宵夜聊天 就這樣 啊 是 好精彩 那文章這個更棒 在大陸的時候 有很多喜歡他的女人 比如說要給他住飯店 他都要保持距離 是 可是我去了之後他就趕快 他說我為了你要犧牲色相 我搭給他們 跟他們講說我們要來住 可以住免費商務套房 在上海 所以您跟文章現在還是保持聯絡 現在沒有了 也不要了 不是很貼文 他跟貝青兩個最後都很生氣 因為我有個最大的不好 就是因為跟他們都有扯到事業 所以在事業上我又很猙獰的 就是我是六親不認的 是 我只想他們越唱越低 他們又想越來越高 你希望他們越唱越便宜 我覺得大家有感覺你就得便宜 那他們剛好相反 那大家有感覺你都給我更高啊 那這個沒有共識 一沒共識就完蛋 一完蛋就不是愛就是恨 飛機後來十年不跟我同台 像名單上有成績被拒絕上台 文章後來聽到我的電話 就像聽到鬼的聲音一樣 我管 對 現在只有能跟他在一起 就越唱越低的我坐在這 你挖客人 有 有 我越唱越高我也不見了 我就越唱越低 沒有 他們都是正常的啦 黃潤潤基本上也是正常啦 他們都是正常的男人 楊帆更正常 楊帆根本是個色狼嘛 那個時候啦 所以他們都不會有這種奇怪的行為 好喜歡跟金沛姐聊天 來 黃老師 我們先回到面子上面 請教您哪一種守面相的女人 魅力很大 這個老少男人通殺 殺很大 好 我們是用女人的長相來看 是專門殺男人 而且這是年紀輕的 年紀老的都可以 我列出四個特徵 任何一項都算 先看一下第一個特徵是什麼 第一項就是女人的長相 下巴的中央有凹 或者有洞 或者有梨窩 梨窩先解釋一下 我們在這個地方叫酒窩 梨窩是指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有些人這邊有酒 不是這裡 有些人是嗎 不是啦 那是什麼 這是酒窩 這是梨窩 梨窩在這兩旁邊 或者中央這地方有凹或者洞的 在這邊 林青霞就是典型的 那個曾經配合 我剛剛靜靜看 它有 它有這邊 厲害 靜靜看 我有啊 剛剛靜靜你走到這邊看 有 這裡有 遠遠看不太清楚 你其實是有的這種的 就這種的我們講 天生有魅力 吸引異性的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一般人如果說吸引異性的話 可能就亂來了 但是這一種的長相 它吸引異性 但是它很會有節制 它殺是殺 對 它殺是殺 但是沒有到通殺 就是選擇性的殺 所以它比較 傷害性比較小了一點點的 所以助力大過於這種殺傷力 對 你看林青霞 他沒有亂殺人 他有那個殺的能力 他只殺 最後他只殺了一個行李員 拉行李員 殺一個人 是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